好 想继续在AM What News 中和大家再谈一谈 刚刚过了星期四 政府公布的银息债券这件事情 为何要再讲一讲呢 就是因为银息债券已经推第3次了 今次的息率比上次两次高了 有30 但我觉得如果这样就能够解决香港老年人的退休保障问题 这个确实就有点骗人 我不是说政府做得不好 确实今次有3厘我就觉得是一个比较高的回报 但问题就是在于你是不是真的解决了 这一班他们投资下去这个银息债券的老人家 他们的生计问题呢 我觉得30亿的今次的上限确实就令人感觉相当之好笑 因为为何我这么说呢 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有一符钱想投资的话呢 如果你只是最初给你买一手一万元 分完之后了 然后再有第二次 即是如果有剩的话才可以呢 你申请两手的时候给你再拿多一手 在这个情况下呢我相信呢最后大部份的 有份参与的一些持份者他们想买这个银息债券呢 都可能只不过是得那 即是我想一段手数计而已 我想十手就应该都没有什么机会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在今次的银息债券里面的投资呢 只得五位数字 那么在这个五位数字的投资项里面 你又可以拿到多少的回报呢 其实香港不做全民退休保障呢 可能这个都不是一个新鲜事来的 亦都看着未来你说会不会做呢 我觉得中短期之内呢 我讲的就是十年间 你说香港会突然间来一个 政府思维大逆转 去做这个全民退休保障 我觉得都有一些天荒夜谭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政府就有责任呢 拿出一个路线图 就是说如果一些真的在贫穷情况下的老人家 我们是否需要给他多些保障呢 而一些他们身上也可能会有些钱的老人家 他们不需要说真的政府补贴很多了 政府是否也有责任就是说 为他们身上的这些金钱呢 可以做得好些的一些退休保障计划呢 而不是好像过去那样 每次都是好像一个所谓的市油碟那样 给你点两下就算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政府真的 尤其是金管局 既然过去那十几二十年 那个投资回报都这么稳定的话 是不是应该呢 大开门户做多一些 就是给香港普罗市民 他们投资增值的一些产品呢 其实 说真的 现在呢 很多的一些保险公司 都有不同的投资产品 但是你说要老人家 如果真是真金白银 一个比较大的银马去做的话呢 其实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因为呢 这些产品都是商营机构 一般上来说呢 其实你要他们做一些呢 长远 或者来说是 比较上是倾向于一种 是保障他们的客户 尤其是保障老人家 他们那个投资那个的 本金的一些计划呢 其实呢 都是比较难 亦都可能呢 那个投资回报相对比较低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其实金管局呢 就不应该 就只是想着呢 每一次都是推少少出来呢 叫做是做个样子 这样呢 去令到那些老人家呢 就频频扑扑 每一年都要呢 去找一些银行呀 证券行呀 去做手续呀 然后呢 就只有五个数字的 这个投资本金 四位数字的投资回报 那究竟是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呢 政府呢 应该真是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呢 对一些贫穷老人家 就要做出一些呢 全民退休保障类型 或者呢 相近似的一些保障计划呢 令到他们可以安享晚年 而有如此老人家 就应该呢 政府都要想一想 怎样帮他们的投资 以免呢 到头来呢 他们呢 参加了一些 私人 一些所谓的 年金啊 或者一些呢 私人保险机构啊 或者是银行啊 推出的计划 最后呢 如果呢 如果投资失利 搞到一窩足的话 我觉得最后 你说政府能不能够 真是全身而退 或者不需要负任何一些的 所谓公共行政 或者公共一个政治上的责任呢 我想这个呢 都不言而遇 今天呢 跟大家谈到这里 希望政府呢 暂时再想一想这个议题 了